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关键下一秒 那今天应该是这个 今年度以来 其实这个指数在今天表现的 非常的强劲 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最高收在8841点 是今天的最高点 同时也是今年的最高点 好但是我谢老师在 听到一些这个一般投资朋友的反应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跟我讲说 老师啊这个行情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涨什么 然后这个行情每天涨 也不敢去做一个追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相信来到这个时间点 会有很多投资朋友 心中大概会有一点怕怕的 为什么会怕怕的 因为今天创下新高之后 很多人会开始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到底这样子创下新高 是要交代今年的一个高点 它是一个这个行情的一个结束 还是说后续台北股市 还有持续往上推升的机会 这是一个中继 我相信这个会决定于你下半年 你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策略 如果这个地方是结束了 是终结了 你当然这个地方你要去把手中的股票出清 然后去做一些避险的一个操作 但是如果是中继的话 观众朋友过去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参与到 你没有赚到钱 既然说这个地方叫做中继 你当然要把握后续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好所以现在我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判断 刚好今天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是今年的最高点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这个是加权股价指数的月线图 好那为什么要跟你看月线图呢 基本上你看到这些箭头 它是过去这10年台北股市的每一个年度 它的最高点出现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民国95年 它最高点出现在12月 好那当然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民国96年 最高点出现在10月 那个高点应该很多人印象深刻 叫做9859对不对 然后后来跌下来的97年 那个高点出现在5月 这个你应该也有印象 叫做9309 那时候是前总统马英九 任职的那个高点对不对 好然后到了98年的12月 它创下了98年以来的新高 99年的高点出现在12月 100年的高点出现在2月份 101年的高点出现在3月份 102年出现在12月份 103年出现在7月份 104年出现在4月份 好那观众朋友 你看到这里你会说老师 这个到底跟这里会不会是 今年的最高点有什么关系 观众朋友统计学当中 有一个东西叫做大数法则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那个数据越多的话 你那个基本上大概 那个行情不论是行情也好 或者那个几率也好 他基本上他就会越准确 所以我帮大家统计了一下 过去这10年当中 如果我们就月份的高点来 几率来看的话 出现最高点的几率出现在几月 刚刚你听到很多12月份对不对 所以过去10年有4次 它的高点出现在12月 所以有40%的机会 然后2月份出现一次 3月份出现一次 4月份出现一次 5月份出现一次 7月10月 一共6个月份 它占了其中60% 这里40% 这里60% 就各一次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通常出现最高点 那个几率最高的时间 它会出现在12月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我们再以季度来分的话 就三个月为一季 三六九十二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如果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第一季出现高点的几率是20% 第二季出现高点的几率是20% 第三季出现高点的几率是10% 第四季出现高点的几率是5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出来了吗 在告诉你什么东西 在告诉你两个讯息 第一个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它不可能是今年的最高点 为什么 因为今天突破了嘛 对不对 所以时间点上面 它只剩下这两个机会 但是这两个机会呢 你看到第三季 它出现高点的机会只有10% 它出现第四季为高点的几率是50%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以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 你当然不可能去选择那个几率最小的嘛 所以今年的最高点 它几率很高是出现在第四季 尤其是在于12月份 好即便过去有出现在10月份 这样我告诉各位嘛 现在是7月份嘛 如果高点出现在10月份 这个代表的是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偏向多方操作 那如果出现在12月份呢 代表你还有接近半年的时间 你可以把你今年没有赚到的绩效把它补回来 所以夏老师要告诉各位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时间点 你当然不需要把它视为是行情的终结 只是说在短线上面 夏老师要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要把握每一波你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 过去我在节目里面我跟大家提到 我说如果就小时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这前面我们讲过很多次 我们就不太多提了 之前这个位置它顿化四天 然后这个位置到今天为止是顿化两天 所以我昨天我跟你讲了 有拉回当然是最好的 夏老师为什么要希望说它能够拉回 为的就是说 这一波行情你很多在等拉回的投资朋友 你能够在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有上车的一个机会 但是怕什么 不怕拉回 最怕就是不拉回 对不对 它一路往上去做攻击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这个行情如果有回撤的话 你都要把握住每一波的一个进场点 即便没有出现回撤 你也要跟着夏老师 把握每一波个股 你能够进场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夏老师要告诉各位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等待 那个指数的一个拉回 但是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的 万一它一路不拉回 一路往上呢 所以这个时间点当中 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改变你的观念 你如果都不出手 好那没有关系 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没有错 问题就是 你进入台北股市 你进入到股市市场 你不是为了只是看 而且你在过去的操作经验当中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感受 对不对 每次那个指数在喷出去的时候 你要等待那个拉回买进的时间点 结果都没有等到拉回 最后追在哪里 最后追在最高点 对不对 所以夏老师要告诉各位 机会是留给勇于出手的人 这个地方 你就先跟着我们做布局 有拉回夏老师带你买波段的股票 没有拉回夏老师也带你做直优的股票 让你能够把握住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好所以你说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操作 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其实很简单嘛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我们都在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 叫做六月份的营收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一样是六月份的营收创新高 今天股价表现还是很亮眼 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是 例如说像是这个 6414的一个华汉 对不对 今天他股价 因为他六月20号就除全息了 那今天股价是还原全值以来的 收盘价新高 所以你看到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强劲 他从六月份营收公布之后 当时是13.14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他公布营收那天是7月5号 短短这一段的时间当中 他公布营收以来 他也涨了18块 对不对 所以你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行情就算没有拉回 有没有让你赚钱的机会 也是有嘛 你看那还是有股票 他是成见大涨的嘛 那我们刚刚讲到华汉 观众朋友你比较敏感的 你就知道说 他是属于洪家军 对不对 那洪家军的部分 我第二阶段 我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这个地方你先不用急 那除了这个华汉之外 另外营收创下新高的 表现很强势的 还包括什么 包括像是2454的联发科 你可以看到今天联发科股价 是呈现持续上涨 对不对 从六月营收公布以来 他是在假期当中 去公布营收的 公布以来 这两天的时间当中 他也涨了10块钱 对不对 好 但涨了10块钱之后 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两天 到底讲了多少钱 重点是接下来 你手中有联发科的 你应该怎么去做观察 那这个问题 你或许你看其他分析师 没有人跟你讲 那或许有人跟你讲 但是讲起来 好像又没有谢老师 那么精确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手中有联发科的 你一定要听 谢老师的一个讲法 我为什么敢读 我为什么敢 那么有自信的 跟你提到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这一波以来 谢老师帮大家掌握联发科 掌握得很好啊 对不对 包括了从当初6月6号 我告诉你说 跌市的结束 从回补空头缺口开始 所以我告诉你了 联发科的跌市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好当时是229块半 然后包括了6月29号 当时有很多外资 一直跟你提到说 今年联发科 可能表现不好啊 下修联发科的一个目标价 我也在节目里面跟你提到 我说外资漏估了 很多的效应 这个部分其实我都 在节目当中提过了 我就不多提了 好但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包括了其实接下来的营收 我们也帮大家掌握住了 对不对 在营收还没有公布之前 我就告诉你说 会创历史新高 有这件事情吧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接下来的一个部分 包括昨天股价大涨 然后包括今天股价 沈天小涨 好接下来你要怎么做观察 现在我是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你看这个联发科的 一个股价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已经站上了 今年以来最大的成交量的分布区 就是这个黄色区块 现在的股价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你往上看 它当然有没有套牢的压力 当然有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连最难的那一关都过去了 这一些套牢的压力 它算什么对不对 好但是我要跟大家提 基本上这个代表的联发科 后面还有往上攻击的机会 但是但是你要听清楚 但是它短线上面 它有拉回修正的压力 好那这个部分为什么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两天其实往上走 它比较欠缺的是什么东西 它比较欠缺的是一个红K棒 对不对 稍微帮我们带近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两天 不论说昨天跳空的大涨 今天的开高小幅度震仗走低 它其实都有一个问题 它是以黑K棒做收 对不对 好那做收基本上 连续两天 应该说连续五天 它都是黑K棒 这个地方你如果再往上走 它基本上它就会有一些 短线获利下车 短线拔挡的一个卖压出来 所以短线上面 它拉回的机会其实很大 但是这拉回的机会 你必须要分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过 它7月15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五 它要除息配息11块 那你知道 股票除息那个价格会往下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对不对 好所以我要跟大家提的是在于说 重点是在于 这个多方的缺口 这个缺口 就是昨天跳空往上的 这个缺口 它回来补的方式是什么 它回来补的方式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如果是除息的因素 因为除息一口就会减11块 它如果是除息的因素回来补 跟它是股价直接拉回来 把这个缺口补掉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必须要分清楚 那至于说怎么做 谢老师已经讲到这样子了 我还是要保留一点权力给我的会员朋友 如果你手中有联发科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一定要跟上谢老师 因为这一波行情 我们一路以来看的方向都是完全正确 对不对 好那既然讲到联发科 当然我们还是要提一下IC设计 那IC设计的一个个股 其实包括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评估说 营收表现也会很亮眼的 包括神盾 对不对 当时我们提到 在台风的那个 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它营收公布的惯性是8号到10号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其实它也是 这一波涨幅回测 0.5 1分之1的位置之后 它就去做震荡整理 然后当时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股价继续往上攻击的机会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档个股 在昨天 实际上开低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开低 因为很多人都判断错误 他们认为说 6月份的营收只有3450万 跟5月份1.66亿来比 它是一个大幅度的衰退 但是我说不对 因为我跟你讲过 神盾这家公司 他们每一季要认列那个权利金 认列前一季的权利金 他们会选择在那个季度的第二个月 就是2月份5月份8月份11月份 所以你知道本来5月份的营收 它就会大幅度的跳增 对不对 这个是必然的现象 好但更重要的是 它比去年同期6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成长大幅成长214% 这个就代表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 它出货三星的效应 其实开始发酵 所以你看到 基本上今天股价做出小幅度的回档 那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涨多整理也对于多头 其实也没有任何妨害 所以谢老师不是说 每天拿涨零板的股票跟你讲 跟其他分析师一样 每天股票都不一样 一天三档 一个月可以弄到六七十档股票 谢老师不是嘛 我们就是一档好的股票 我们长期跟大家做追踪 你看谢老师的节目 你都可以很放心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股票的 一个股价走势 基本上它对于多头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妨碍 好那除了这档股票之外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当中 大家对于IC设计 真的要多加留意 因为这个时间点 不仅仅是营收创新高的 它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例如说像是联发科 对不对 那另外还包括什么 包括我营收没有创下新高 但是我是一个大幅度成长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 今天中低价的IC设计类股 涨的不就都这些吗 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这一档个股叫 世新 世新KY 以前叫F世新 它今天股价攻到涨停板 为什么股价攻到涨停板 因为它6月份的营收是4.08亿 那你知道它5月份的营收是多少吗 它5月份的营收是1.91亿 所以它是一个大幅度成长 但是它也没有创下新高 它没有创下新高 但是你看到它月增113%的一个状况底下 它股价涨停板 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架构嘛 因为过去跌深了嘛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谢老师的忠实观众的话 你一定会记得我们当初在这里做过 对不对 然后呢到这个位置 我们42块全数获利出清 你看跌到这个低点 谢老师在中间 没有叫你接过任何一次的世新 那基本上今天股价涨停板 谢老师也不会跟你说 这股票这个地方就是机会了 因为它的转机基本上 谢老师还没有看到 你相信谢老师好不好 但是这个部分 你说有没有同样的一个个股 它是走出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就是6月份营收表现很好的 这个地方股价在相对低档 而且是比世新有机会的 我告诉各位当然有啊 例如说像是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它是6月份营收大幅度成长的股票 它6月份营收比5月份 大幅度成长26% 我知道讲什么26%你会说 老师刚刚世新成长113% 那个是因为世新之前太烂了好不好 所以它才能够成长到113% 所以有时候你单纯看营收 你怎么去解读那个必须要看的是公利 那谢老师看到的不仅仅是比5月份成长26% 同时它6月份的营收是创下 2012年11月以来的新高 今年几年 今年2016年的7月份 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公司营运是大幅度回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常轨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看股价跌下来 股价在相对低档 突破了低档大量区 它第一季转亏为盈 然后公司重回成长轨道 我认为它第二季缴出来的半年报 谢老师现在已经开始跟你讲半年报了 它缴出来的半年报其实会非常的亮眼 所以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在过去的这个股票 如果你错过了没有关系 你务必跟上我们这一波的一个机会 因为谢老师刚刚跟大家提了 你如果就过去的机率而言 这里已经没有了 第四季出现高点的机会其实最高 所以这个地方它不会是一个终结 它是一个终继 而且最高出现高点的机会在12月份 所以这换句话说 你不论说到10月份见到高点 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到年底见到高点 你还有半年的时间 所以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你现在因为晚上半夜的节目 我觉得夜深人静可以想很多事情 我觉得你好好想一想 就是说这半年 未来这半年 过去这半年那过去就算了 未来这半年 你想要在股市当中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效果 所以谢老师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 如果在上半年操作不顺的 谢老师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欢喜结缘388 打一通电话 对于你来讲没有损失 你得到的也许会更多 我是希望观众朋友好好把握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来跟大家提 洪家军到底观察重点在哪里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因为时间不太够 所以我们要直接切入主题 红海的部分当然其实今天 是台北股市能够创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你看到这档股票 基本上它不是走标股路线的 所以它的股价原本走势就比较温吞 那你看到它从今年以来的大量区 其实它的股价最近都还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那这个位置夏老师提到说 我认为它是还在这个大量区当中等 等什么 我们之前跟大家有提过 在那个7月26号美国时间 那台北股市就7月27号 苹果要公布财报 苹果要公布财报 我认为啦 那个会对于平概股来讲 会是最后一次的利空测底 至少就今年来讲 好那今年来讲 因为你利空测底 你要测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混 它基本上有两种状况就是 出来不好我先破嘛 破了之后再看一下不要上去 那第二种状况就是 出来之后利空出境直接往上供 所以这个时间点 观众朋友你要不要把钱放在红海里面 我觉得你要稍微想一下这个问题啦 你说7月27号 说久不久半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半个月的时间 假设你后来坐红海 它涨了10% 但是同样的时间 如果你把资金拿去做别的股票 它可以涨20% 观众朋友你觉得你是赚还是赔 当然是赔啊 因为同样的钱 你可以赚到20% 结果你放在红海可能赚到10% 那当然是一个资金的浪费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点当中 如果你要看红家军的话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机会啦 因为他其实已经在这个位置之上 而且他上档没有什么套牢的压力嘛 对不对 我觉得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做平概股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看的是这个方向啦 那另外今天盘面上还有一个 很强势的族群 很多人在提 那这个族群 其实今天有很多人 在提到这档股票涨停板 这档股票叫利勤 那利勤当然它最主要是 奥运的题材去做发酵 但是夏老师之前跟大家提过 今天很多人跟你提利勤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都晚了啦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嘛 我们要做的不是事后再来做解释啊 我们是要事前就要先做规划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过去我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所提到的奥运概念股 我提到的是哪一档 我提到的是丰太啊 昨天股价就已经先攻涨停了 不用等力勤今天攻涨停啊 今天丰太股价先攻涨停 过去我也跟大家提过为什么 因为你看Nike的股价 它只要遇到第三季 平均来讲啊 平均来讲 它过去这个十年的第三季 它只有两个季度黑线是收黑的 换句话说 它那个季度收黑的机会是20% 涨的机会是80% 你要怎么选 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 包括其实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丰太 你看股价昨天拉一根涨停板 今天股价 好了你说没有力勤那么强 但是你昨天先赚一根涨停板啊 会赚得比力勤少吗 不会嘛 但是如果你到今天才追的话 相对来讲就比较可惜嘛 夏老师在7月1号 我们就已经先进场做布局了嘛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 行情绝对有机会 因为我刚刚讲了 接下来高点出现在第四季的机会很高 你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你可以去把握那个获利的机会 那股票夏老师也帮大家挑好了 你看这个股票它是 6月份营收大幅度成长 今天股价工长停对不对 但是我讲过了 它的转机还没有出现 所以更好的是这一档股票 它虽然6月份只比5月份成长26% 但是它股价打出底部 而且它6月份的营收 是2012年11月以来的新高 第一季转回为盈 重回成长轨道 这样子的个股 我觉得你把它把握起来 会比较对你的第一波 你在下半年操作第一波 我觉得对你来讲会更有帮助 所以谢老师告诉你 打一通电话不会让你损失什么 但是你可以得到更多 欢喜结缘388 欢喜结缘388 打个电话问一下 什么东西叫做388 把握这个机会 广告当中播个电话 给我们的服务人做个联络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中文字幕有信 clear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